大家好,我是最尼 本期比赛来自于平台9位高手的大乱斗 参赛玩家分别是 韩国BJ拳王亲王游肖文 大表哥火球术登神张忍熙 UP8神续 那么都是全主力的 谁输谁下,谁胜谁守着 开场韩国BJ大战 拳王亲王 韩国BJ的克里斯依然是非常强悍 两次c弹到角落后抓过来 就可以拉一个连续滑住 推推推 推掉半个儿血之后 克里斯继续一个跳伤低压制 而选择跳低压制 其实打中了,打中以后打点太高 哦,又一个后抓 很自信的一个后抓啊 看来BJ是要吃定拳王亲王了 接着看拳王亲王下一个角色 玛丽 他也是把自己的拿手好戏草蹄精 放到了最后一位 看这个草蹄精啊 今天怎么样 其实草蹄精大家都知道啊 比较刮煞 克里斯下轻角三点 又开始一个起手 哇,BJ这个节奏是越打越稳啊 连续滑出生龙腿 中拳拉过来一手后抓 还是毫不留情 一旦到了这种大乱斗的时候 感觉BJ 他就变得非常强了 跳CD 拉过来再来一手BJ腿腿腿腿 拳王亲王没有血了 哇,这一局节奏进行的有点快啊 现在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草蹄精了 草蹄精打克里斯可以吗 咱们是没蛋 先给一发奈乐弱 亲吹气手 幻想队要继续一个 帅 多了吐之后 影跳七十字感 哦 这个影跳七十字感啊 被猜到了 其实只要刚才BJ不动不跳 就会被踢飞 草蹄精直接暴击 暴击之后打超杀连 超杀连没那么容易 哦,把草蹄精的强反给怼出来了 七十字感还套路不到 为什么BJ的预判能力这么强悍啊 两次套路都被给躲过去了 现在BJ的克里斯啊 想见一切办法 哦,滑铲 滑铲没有取消出来招式 也是手滑了 那么草蹄精两次C的大蛇蹄 要开高伤了 宣服的道圣龙借无视吗 不借 而选择后撤前冲 再套路一把 BJ猛四要穿三了 这局穿三的几率比较大啊 拳王亲王的心态全线崩溃 又一发连续滑鼠升到空中 哇 开场就是穿三啊 那么现在拳王亲王下去 游小吻上场 游小吻就使用游历手发 游历也算是他的招牌角色了 那名字就叫做游小吻嘛 游历肯定就非常的稳 哇,克里斯开场又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中友亲手滑铲 进入一个连续滑鼠 毫不留强 打掉了游小吻半管血 起身之后游历还是一个防守动作 好的,骗过对手的后抓之后啊 游历没有再抓住一次 气氛又被克里斯给点下清脚了 哇,克里斯连续滑鼠 重拳后抓 拿过来再给手避杀游小吻 没有血了 游小吻第一个角色就这么被终结了 现在看第二个角色 来看他的布置火舞 不之后做好防守 仍省扇子 后跳过来 克里斯也用C的压头 不之后 哦,中招了 哎呦,轻角起手 克里斯给个连续滑鼠 难道是游小吻也抵挡不住BJ的猛攻 哇,闪现还想打连环套路 哇,BJ今天是 真的是杀疯了 各种骚套路都上了 圣龙脚后抓 拉过来给手避杀 哦 不之后我居然 哇塞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又被克里斯给拉过来 来了一套 那么游小吻就剩下一个莉安娜了 第三个回合走起 看莉安娜够不够稳 莉安娜开场一跳 克里斯还是追击的比较厉害呢 莉安娜就再跳 克里斯那就再闪 一路跟着闪过来 好,后抓被踩到 还是挺果断的 这个莉安娜 希望她可以抱上一起 打个超杀法 其实给搞出来 手刀掰斩 你敢后抓 我就敢哦 轻角一点 接大币 炸 旁边 莉安娜 只要躲过就是后抓 就还后抓 这是刚才打拳王亲王那个方法 在游小吻这里完全不适用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BJ的 暴之火舞 不之后开场就删了个中段 莉安娜强反线交 看要不要暴气 必须暴气 不暴气 感觉就没有什么希望 暴气之后一套秒 相当完美 大半管血 手刀掰斩一段 手刀掰斩两段 现在BJ一点血也不给他聊 好的 也杀到了BJ的莉安娜 游小吻还是很稳的 第二个回合走起 先看看BJ的莉安娜 此莉安娜在当年的话 也是让众多高手 文风丧胆 看目前 她这个实力怎么样了 责没责的 好大游小吻要抓手套机会 轻角一点 C头接大V 大V给强反掉了 那强反交了以后 BJ你还有什么可以豪横的呢 游小吻只要再抓一套 BJ必死 好大C头大V 游小吻进行了一个完美的反杀 接下来的比赛选手是大表哥 大表哥大战游小吻 大表哥也使出他的招牌角色 东杖 他这个东杖也是够狠的 板边连续比杀死他的精髓所在 现在东杖就把不止后逼到了角落 好 当起手以后升了取消 直接上死亡龙卷风 打掉游小吻半滚血 好 拉后以后继续用一个闪地 给中路的体打压制 你敢乱动我就点下金拳 下金拳点到以后 升了取消 再来一发死亡龙卷风 游小吻一滴血 东杖后面再追击过去 因为已经晕了 晕掉以后东杖 进入到疯狂状态 游小吻能打BJ 是不是打不了大表哥 前面来看游小吻 他的游力 现在游力 跳B 打逆向 升龙卷风 给升龙接个波 慢了 但是可以打伟莲 还可以再接CD 这个伟莲 应该是游小吻犹豫了一下 没有接上什么招 先打表哥 残血 残血以后 大招乱舞泰拳 落地死亡龙卷风 没看到一个乱舞泰拳 落出 居然打到了 但死亡龙卷风之后 没有再接上什么招式 双方都有所断招 大表哥的东张也就这么 交代 交代的有点 随意 第三个回合大表哥的 优力 对优力是大表哥的一个主力 使用燕翼 给大升龙 好套路 打点游小吻半滚血之后 再点一个下金角 飞翔拳 CD 升龙炫富 飞翔拳 落地 飞点凤凰奖 秒了 好 游小吻最后一个莉安娜也现身了 拿下BG的这个莉安娜 看能不能拿下大表哥 能征服BG 可见游小吻实力不俗 大表哥的游力也是够狠的 先把游小吻的强盘给打出来了 情况不妙 但是这个爆气连一旦打到 还是可以翻盘的 有机会的 毕竟是暴露角色 可以以速度取胜 好 大升龙 完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了强反 还被打到了 那就彻底没有了 游小吻被拿下之后 火球术就很快的接上去了 火球术 用King手发 这个King 你不要小看他啊 他虽然在初代的时候非常强悍 当然目前来看啊 还是一个中上的水平King 不管是拳脚 还是大招的伤害啊 都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他跳CD 这跳CD判定是非常强 不管是对空还是对地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 King的综合能力绝对是中上 现在King 进行一个镰刀腿瘤剃的压制 空中截臂 干掉大表哥的东站 结束了 接着来看大表哥 第二个游力了 大表哥选择这三个角色 其实就东站属性差一点啊 后面利安娜和游力 都还是很不错的啊 利安一飞翔拳 继续一个取消 两点之后没有 接上旋风腿 因为距离不够 雷黄拳也快速过波之后啊 因为距离太远 倒是没有打到 反而被King打了 一个旋风踢 空中接操杀 火球术还是那么狂啊 对目前 火球术的实力进步 真的好多啊 哇 望向提 落地机 自从他重回 用回King以后啊 他这个实力感觉又上来了 已经70多连了 连到腿旋风踢 空中接一手 大招 80多连 加上大招的话 90多连 96连之后 大表哥起身 继续追击过去 但是已经晕了 晕掉以后 勾抬一个落地机 直杀大表哥的利安娜 先离开利安娜的 好 利安娜发动一个猛攻 批发中段 手刀取消 后面来 随便涡旋发射 但是King的下轻角 接下中角 也怼上去了 前任King又刚3D 两点周间 大位炸 手刀半斩 记一个腾空 看来King是保不住了 因为很多高手 都喜欢这个利安娜 特别是放到最后 很容易进行一个反三 反三如喝水 火球术还想赞用 滑铲掏下盘 他想多了 那么先别来看 火球术下一个角色 第四个回合 他的游历 游历先进行一个快跑 利安娜清掉点下盘 点的是贼6 哇 轻腿旋风腿 这个轻腿旋风腿很自信 利安娜就处于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了 利安娜暴戚了 暴戚入灯C底 有力直接后跳 飞翔拳走起来 轻脚一点 接大位炸 收到半斩 几个腾空 轻脚一点 我们再接一个 战C大位炸 火球术直接没了 看来真的有反三的潜力 火球术剩一个暴斗八神 其实暴斗八神和暴斗猎的对战 是最精彩的 因为 这是此版本的两个暴斗角色 二倍速的角色 不是暴斗的形态 但是是暴斗的速度 只是加过来速度而已 而且招式上面 有一点小小的改动 好 利安娜就是这样一只灯 火拳发射 八神跳飞连住了 天语 终于又上场了 现在他也用King手发 但是火球术表示 我不用了 我换出了威斯 他换出威斯之后 打灯神这个EX模式 King怎么样 毕竟是一个多人大乱动 需要一个短时间的高爆发 毕竟是直打一局 哇 King很快速的 要挤满一管气了 挤满这一管气 火球术灯 被终结的时刻 是不是要到来了 King就不断的发布 这球大牙制 CD惨飞 三次波 脸刀腿 这也没个雪风 只在大招上 先明看火球术下一个角色 游力 第二个回合 现在游力是直接爆气 爆气准备打烧杀 King想再接 King呢 先抓一套 King表示我不急气了 这一波 先抓上一套 抓上一套之后游力 要被打掉半管去 青角重手 前冲 牙制 可以 King又来上一套 脸刀腿 波 波接落地机 漂亮 好 脸刀腿进 玫瑰旋风梯 再接一手 必杀劲 没有气 还是没有气 法特州都打晕了 King才满气 可见EX模式 第一个角色 机器是非常的慢 第三个回合 八神 火球术碰到 灯神的EX模式 好像有点六神无主 但是八神的速度 能不能 啊 没有接受超杀 他又一发百合折 这下要接超杀了吧 上一次不接 这一次必接 灯神残血以后啊 可能要没了 可爱 可以花两点 现在目前啊 目前啊 这各大高手的一个实力啊 都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了 再想提升 提升一个阶段都非常难了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第四个回合灯神的游力 现在八神爆气 游力倾断旋风腿进行了起飞 看来八神要先交前返了 哎呀 他不交 不交啊 气不能随叫随叫 现在八神爆气以后啊 能不能抓一套 游力肯定是对他防范的很好啊 八神一直想抓一套 就是抓不住 火球术啊 以惨败告终 接下来张忍兮接上去 他的牙点呢 又出马了 白亿牙点呢 哦 灯神的小游力还是那么犀利啊 进行了一个浅浅的打击 暴力掌机 你不动我就吸 在灯神的犀利啊 比张忍兮感觉还要能吸 清掉一点 张忍兮的雅典娜就这么没了 不是吧 这也太亏了 没得太快了 哇 又一发爆裂掌机干掉 你看张忍兮下一个不知火舞 第二个回事 现在不知火舞 哦 游力两点三点贴上一下 反身为了一个压 哎 清掉两点旋风团 生龙接个波 波接影跳 好来一黄泉 看来不知火 也很难招架得住 我落地再掏 别掉以后游力继续抓C头 森容炫富的飞翔拳 再来上一套张忍兮 扛不住了 只能看莉安娜的了 没见到灯神的EX模式 又出奇招了今天 第三个回合张忍兮的莉安娜 莉安娜开场就来这一招啊 很大胆 爱生 来发飞轮 打中以后跳C的 哎 来个手到万一斩 接的很准 大V应该带不走 但是还是要接的 现在灯神残血 啊 残血之后爆了掌机吸过来了 如果游力再来一套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对莉安娜就是致命的打击了 莉安娜用气缸里锁C的立向过顶 压不住大声了空了 灯神也想凹一下子 升龙灯又开始升龙了 好吧 第四个回合灯神的King 现在King啊 直接前前攻击下盘 清酒界中角 连到腿间玫瑰选风梯 起身之后清酒下盘 再来一套 居然没有防下盘 张忍兮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有点不对头啊 张忍兮爆气了 一直想灯中断 还灯继续灯 但是这个灯中断啊 没有什么破绽可以看到 快速前火到反身 并没有掏到招 灯到了 终于灯到了 大V 这个大V 摄像出好像打不到 哦 落地争一下 大V 灯神残血 残血时候莉安娜 能不能抓一套 钢费底尖皮山 莉安娜手都摆了抢反 不让你钢费底 大招妄想踢 接下来是一位重量级选手 UP登上 现在用不止后 首发对抗灯神的有力 看这次情况怎么样 圣龙旋风腿 之后用一扇 就直接扔了一个中断 扔到受划铲子扔 我们来上一角 有力是只给圣龙 现在不止后 继续一个飞点 扔 漂亮 起身跳地压住 划铲接上 有力圣龙旋风腿 再走一发 后面有力大圣龙跟上来了 选风腿再跟一手大圣龙 两发大圣龙之后 有力 有力没有用下尖角 他应该是串招了 给了个燕翼 不应该这样出 这局 UP的实力是不在BJ之下的 可见他是操作非常强悍的 骗出了生龙 骗出了生龙 双生龙给你骗出来 对 灯神这个游历在UP这里 很难过关啊 那么看灯神的King吧 看King这一局怎么样 看他首先相杀 好 UP对灯神是有备而来 哦 连刀腿收割到了 但是并没有打得太疼 不过之后 白露之后 就一个取消落地飞 不理由什么破绽 哦 King还是用划铲 非常勇敢的 划了过来 那划过来之后满气 满气之后就没有UP什么事了 必须带走 妄想提接壁 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带走 前面也是UP 比较重量级的一个角色 克里斯显示了 好 克里斯 闪身 这个闪身有点意外 克里斯再闪身 然后 King连到腿前一个防御反击 起身试图把克里斯逼到角落 现在King又一个 精灵玫瑰旋风 抵押住对手 那克里斯再次起身 King继续押过去 好机会 揪住前手滑闪 接入一个大招 克里斯还是抓住了最终的一个绝杀机会 挑在地 重拳确认 拉过来 再给手 必杀 退 哦 圣龙腿空中猎杀 和BG的玩法是如出一者 都那么狠 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板车梁 看灯神能不能和八神也碰面 他拿下BC就可以和八神也 拿下UP就可以和八神也碰面 如果拿不下 那就碰不了面 拿不下的话 UP和八神也碰面 最后一句 圣龙接波 圣龙砍刀手 圣龙风向下砍刀手 哎 还是很熟练 克里斯使用一个跳飞的下班 抛起来接一个滑铲 接入大招砍 半天这样抢 抢反了 抢反以后 克里斯会不会直接爆气 用一套死的方式干掉灯神 圣龙接波 奥不到 克里斯闪到背后 天地帮王宣肯定也接不住 那灯神可能要没了 看这样下去 连续划住 圣龙团中拳后抓拉过来 邓神这点血不够打 好 邓神被拿下了 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位的出场选手 八神月 也是今天最后一局 好 现在八神月还是用他的大门进一手法 不止后打老二 那八神呢就守卫了 克里斯跳出地直接弹到丫头 滑铲进入一发必杀连续滑冲 使得八神一剩半关锁 克里斯继续冲杀上去给一个中断 哎 圣龙团中拳后抓拉过来再给一手必杀 推他 后面八神月一滴血保不住了 那么接着进入到八神月第二个布置火舞了 第二个回合 现在不止后啊 也是直接爆气 好 轻功的起手 可以 应该可以一套带走右批的 克里斯 没有气啊 不止后刚才 可惜了可惜了 连招连的没有连出来一管气 哇 克里斯强势的一个头 不止后压了过来啊 直接把中断给个飞滑铲我们来个人 刀 优批 一滴血 还剩一滴血 这下面就是布置火舞的对抗时间了 优批的这个布置火舞也是不得了的 接着八神月做防守 哦 扔了一下 起身直接飞 跳到地边反抗 不止后给他一个飞来飞去的招式 飞来飞去 好的 下半两点千攻击超必杀忍风伤了 花铲滑一下我们的空中无敌风火轮 又必要花石秀了 少 下再确认给一个头 滑铲确认我们再逃 花石连招秀 八神也剩一个八神了 八神的声率是大大降低 那现在来看八神的 八神直接后退把后退了 不止后继续一个扔 哦 跳地压制被烧 起身下C 看八神后面 顶 一下子爆击了 好大手前手 抓脑两段可以 飞花三十角落漂亮 第一波跟上我们拉过来 超上的 好 拉过来来手空花 我们硬跳白河者 现过升楼 看来 右辟的莉安娜要现身了 现在 飞花三十八子女 现在右辟的莉安娜即将现身 其实目前这种情况 八神月的八神还是属于一个佼佼者 虽然他的稳定性有太加强 但是如果是这种正常操作的话 正常手感的话 手感特别好的情况下 八神月还是很强的 看上有高手能拿得住他这个八神 哎 右辟的莉安娜也是如此啊 那就是高手碰到高手了 肯定是会很惨 打到最后 还想掏下盘 不可能的 八神的血量是迅速下降 好呀 没想到会来这一招啊 八神的强反被搞了出来 但是八神也抓到了一个机会 莉安娜性命威 轻角跑抓卸风 莉安娜被炸毁了 那么今天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德吉拉伯高珠 每天更新 对